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消息还会有假 不过你看看对面坐着的 那可是刘云城副甲一方的林家公子 你抢得过他 敢和我抢东西的人还没出事 诸位久等了 宝物拍卖马上开始 黄杰高级功法班山诀 传自五行圣地 起拍价三十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万金币 三十五万 我出三十八万 五 四十万 三百万金币 一群叫花子搁着讨饭 居然一点点讨价还价 居然一出手就翻了十倍 还让不让人活了 就是就是 三百万 请问还有客观要加价吗 这 谁能跟林家比啊 我 三千万 什么 应该 没人要加价了吧 三千万 直接翻了一百倍 几乎能买下一座刘云城了呀 这是直接把林少爷炒饭的碗都给砸了 哪来的臭小子 居然敢在本少爷眼皮底下抢东西 若没有人要加价 就由这位出价三千万的公子中标 少爷 切莫成一时意气 咱们今天来的目的被少爷自然知道 不用你多嘴 成交 哎 散了散了 只有穷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哇 真没意思 诸位请留步 诸位请看 这才是今天的压轴宝物 登天令 起拍价两百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金币 登天令 居然是成叔公的登天令 少主 这是新儿姑娘梦寐以求的东西 咱们若想和成主府接亲 必须搞到手啊 兄弟 啊 登天令是什么 呃 你在逗我吗 凡人想进圣地修行 比登天还难 去年纪在二十岁以下 资质达标 修为达标 且通过入门考核 这登天令 是圣地长老游历世俗时因缘赐下 可以免去以上种种条件 直接进入圣地修行 哇 那照你所说 相当于这个世界的免考通行证了 哼 刚刚一下就挥霍三千万金 这会儿居然连登天令都不知道 看来是个一夜暴富的香巴老猴 来万宝楼商会找存在感来了 刚刚本少爷大发善心 才让你成了一次威武力 这登天令 亦是我的囊中之物 五千金 一亿金 什么 我说 一亿金 怎么 今天来拍卖的人 偷视耳背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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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飞翼可不要放过 哇 掌柜 好歹向哲敬走完过场啊 公子 请问怎么结账 我们万宝楼该不接受欠条和分批付款哦 这么多的钱财可不是小数目 还劳烦掌柜给我一件雅金 我花点时间准备一下 好 这边请 跟上 取摸摸底细 是 公子 你慢慢来 我们的人随时在外等候 哼 碍尸的人终于走了 那么接下来 你来好好进货了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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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人皮膚的玄幻世界 不更神奇的是 手里拿着的大白菜 居然以轻化变成了一颗 金银剔透 轻气缭绕的灵书 小伙子 你看这颗灵草 五百万卖给我露恒 别理他 看看我 我出一千万 人生的第一桶金 就赚了八位数 是靠一颗 大白菜 通过一个月的来回穿梭实验 我才逐渐搞明白 这片大陆的设定 这望谷大陆 分为东川 南荒 西海 北园 和中州 五个主要区域 另有望谷魔坑 仙墓 灵须洞天 等禁定 独立存在 南荒和西海 乃腰嘴地板 魔族 盘居在望谷魔坑 东川 中州和北园 被人族占领 神妖魔三族鼎立 百年来大小纷争不断 如今 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而人族之中 除了普通百姓外 舞者大行其道 根据舞者修为境界 以及能否灵力化形的不同 分肉身秘境 以及神通秘境 两大境界 瘦身七重 由低阶到高阶 分为脆体境 断股境 内壮境 斑血境 洗髓境 开窍境 子斧境 神通十崇则是 灵力境 灵刚境 灵海境 天人境 皈依境 金丹境 法相境 猎神境 游须境 肚结境 除此之外 古切的机制 也是在不断的琢磨中 才有了眉目 首先 必须是动植物 才能穿梭大楼 其他东西 一概不具备 穿梭条件 纸和笔 都没有办法 带过来 带的东西 也有严格的重量限制 平均下来 两百克时极限 相反 若是将大陆的东西 带回地球 则会变成拉奇 好臭 这花子 变成这种恶心的玩意儿 幸好 不见还自带 换装的功能 省去了我不少麻烦 刚刚在万宝楼里 只顾着体会 思聪的快乐 忘了家里 只剩下几个大块头了 得想办法 多换一些才行 小子 赶快 这小子在房间 都待了一天了 怎么还不出来 不急 再等等 我看白衣凡那小子 穿得那么普通 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 该不会趁机逃了吧 是啊 平白无故冒出来 也太可疑了 以前江湖上 都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不等了 进去 那篮掌柜 还没过年呢 可不行行大礼啊 我知道白公子 金币都准备得如何了 赶占老娘的便宜 今天要是见不到钱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嗯 金币嘛 准备起来确实有些麻烦 长官的 别和他废话了 这小子可在这耍我们呢 上 有你们 不顾 这个呢 我想你们应该会感兴趣 这 这是龙尾草 传说中 对于外伤病之良有奇效 无伤者福之 亦可以延年益寿 有价无事的灵草 这个价值多少 做事不够 还有这些 只伤其效的龙尾草 彼此服用 能容颜永住的蓝绫花 千金难求的无根枝 这些都是世界珍宝啊 一见也就算了 它居然有一筐 这一筐 起码价值两亿斤 这其实是小区里捡的 狗尾巴草和烂树叶 大爷 我帮你啊 这年头 像你这么热心的小伙子 不多了 公子 大笔商量 这些礼物 我们万宝楼都买了如何 我在江湖这么多年 头一次有这奇遇 可不能放过这条黑羊 我记得 一颗龙尾草 价值四千万金币 若你想照单全收 轮到你欠我钱了吧 我们这儿还有商铺 公子看上什么 尽管挑 那我就不客气了 纳蓝长官 这些东西我拿走了 你欠我的钱 先记账上啊 欢迎再来啊 掌柜的 他拿的可是我们万宝楼 所有亚乡底的宝贝啊 你不懂 这叫长年投资 能拿出这么多天才地宝 反而当成垃圾一样对待的人 能是什么泛泛之辈 小崽子 把功法和登天里都交出来 你我今天就放你一条生路 就凭你们这些废物也想抓我 再早个几百年吧 去死吧 盾地术 走 人呢 幸好 穿梭次数还能用完 不愧是玄幻世界 杀人越过这般情节 居然这么明目张胆 估计 一天只能来回各穿越一次 看来还是欠缺考虑 在拍卖会大肆张扬的同时 没有做易容 估计后面会麻烦不断 看来 得快点学会功法才能自保了 其实之前并不是不想修炼 只是通古大陆的功法 晦涩难懂 根本无从下手 完全看不懂 等等 这是 功法居然变得好简单 原来如此 看来 如果将那边世界的功法带回 学起来 就不被摧毁之力了 这绝世高手 当定了 成功 最近这半月来 我按照班山诀勤家修炼 同时 通过地球上带回来的食物 调补身体 净化神速 也许是因为从地球来的原因 我的身体 在通古大陆也发生了净化 刚刚的那一拳 粗组有两千斤毙力 不仅如此 我的内脏已强化了 也就是说 如今看起来 我的身体虽然只有脆体精出门 但实力 足以媲美内撞进了舞者 这样 算是初步踏进了舞者的世界了 但是我的脸 过早地曝光在了拍卖会上 后面必然会有更多基于我的人 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行 救 救命啊 不 滚开 狼群 正好 拿你们这群畜生练练手感 想 可 解决了 啊 哇 哇 双侠 好 好厉害 好厉害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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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哥哥 你真的太厉害了 呸一下 呸一下 用力 用了这些木材 咱们木家村新建的房子 就都要潮落了 没事 这不算什么 小兄弟 我叫木铁 是木家村村长的儿子 今天 多亏你救了我女儿若若 和村里的人 我们欠你一份恩情 你虽然武艺高超 但这山里 还是太过危险 不如和我们回木家村吧 那里安全些 那天碰巧解决狼群后 便受到素不相识 村民们的热情邀请 哥哥说得没错 你既然没有地方落脚 就去我们木家村做客 你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正好 我也缺个僻静的地方 修炼半山诀 便顺势答应了下来 这几日 我也从翠体一径 突破至断骨径巅峭峰 但最近 似乎实力增长了速度 没有之前快了 想来是修炼遇到了瓶颈 内壮景 顾名思义便是要修炼五脏六腑 使内脏变得强大 哪怕吞下去一块石头都能消化 半山诀上说 使用高级妖兽的内脏 对突破内壮景颇有帮助 那等回到地球 买些内脏来补补 若若 准备好了 可以出发去集市了 一凡兄弟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和我们 一道去集市看看 集市 狼皮 上好的狼皮 瞧一瞧 看一看嘞 野猪羊 又粗又长的野猪羊 放在家里可以镇宅避邪 拿好 这是您的兽皮 多谢 多亏了白兄弟啊 上好的狼皮 全都卖出去了 木铁叔 你客气了 既然都卖完了 一凡哥哥 你带我出去玩吧 我想去那边买糖葫芦吃 等木铁叔收拾完 一起去吧 你们去吧 小心点 早点回来 知道了 一凡哥哥 我们快走吧 哎 木铁大哥 你就如此放心 把女儿交给一个 才认识不到几天的男人吗 一凡哥哥对热热真好 赶紧回去吧 不然你爹该着急了 别打了 求您高抬跪手 等等 那是阿爹的方向 上下 哪儿来的刁鸣 真是不长眼的东西 阿爹 二叔 住手 你们凭什么打我爹 洛洛 别过来 哪儿来的野丫头 找死 我的腿 一个脆体后气的男人 对毫无武力的十三岁小姑娘 出手这么狠 你是不是人 你 你算哪根头啊 应该来教训老子啊 给我拿下他 是 现在 我能教训你了吗 不敢了不敢了 大爷饶命 这么年轻就达到段五金了 为什么当街打人 好好回答 否则下一拳 可就要落到你脑袋上 小语啊 住手 他们是城中府的人 咱们惹不起啊 铁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叔 你的腿没事吧 哼 还是让我来回答你吧 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冲撞我家小姐的坐驾 我该被马踩断了腿 居然还想找我家小姐理论 是有几颗脑袋 你放屁 明明是他们的马车 时空撞了严叔 我们不过是上前问了两句 他们便直接动手打人 牟利 别说了 这件事 是我们不对 铁叔 大小姐 这件事是我们的错 还请大小姐 看在我弟弟 已经断了腿的份上 饶了我们这些刁民一次 阿爹 城主府的大小姐吗 此古民不与官斗 怪不得铁叔不想招着 既然错了 那便为你们的错付出代价吧 周恒 去把他们的腿都给我砍断 以敬效忧 你 这位城主府的大小姐 竟如此歹毒 毕竟你们失去的 不过就是一双腿 而本小姐失去的 可是游击的好心情啊 周恒 动手 遵命 大小姐 一群乡野刁民 简直脏了我家小姐的眼睛 去死 滚 滚 什么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宇哥哥 哪里来的臭小子 敢跟本小姐作对 你居然一起去将我的宝剑击碎了 该死 太强了 没见识的香巴佬 这盔甲可是城主大人赏赐给我的 刀枪不入 任凭你再厉害都无法记 你没事吧 开了眼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城主府的统领吃扁呢 小声点 当心被打 滚开 我定要亲手宰了这小子 武士拳 这是什么 果然是香野刁民 居然连武器都不知道 你爷爷我可是斑血净出气 细血外放 难道还拿不下你一个断骨镜的小子不成 如果比我高两个镜子 还就这条水平 你实在是 你给我放 他 他连武器都不会 为什么会这么强 宇哥哥 你没事吧 叔叔 放心吧 我没事 看来我来自地球的肉体 在这个世界也是神体一般的存在 我的实力 早就超出这个境界数倍 没用的东西 来人 去城主府调兵 把这群暴民抓起来 统统地关进地牢 是 大小姐 糟了 若是官兵来了 我们全村人都没有好果子吃 那城主府的地牢 听说进去的人 压根没有一个能完成的走出来 兰大小姐 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当街马踏平民 草菅人命 滥用官权 这燕国难道已经一主 改成你们兰家人了不成 是吧 那兰掌柜 那兰掌柜 你这话什么意思 兰大小姐当街马踏平民 乃我亲眼所见 难不成还向抵赖 白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那兰掌柜不必多礼 一帆哥哥 你们认识 刚刚听人说 这个漂亮的大姐姐 是万宝楼的掌柜 那可是流云城最大的商楼 一帆哥哥 怎么会认识这样的大人物 真是没想到啊 堂堂那兰掌柜 居然会认识一帮刁民 真是开了眼了 民乃国之本 兰大小姐身为流云城大小姐 却整日称呼百姓为刁民贱民 不知道此话传到王城中去 会不会引起非议 那兰柔 你这是在威胁本小姐 威胁谈不上 但若是今天你想带走他们 须得顾我们万宝楼这一关 万宝楼乃我燕国第一商会 敌云强大 高手如云 若是贸然得罪 只怕后患无穷 既然纳兰掌柜 肯为这一帮雕 百姓求情 那本小姐就破例放他们一次 我们走 是 太好了 今天还得多谢纳兰掌柜了 举手治劳罢了 来人 李穆家村的兄弟们到客房查看伤事 是 各位 请随我来 劳烦姑娘 一凡哥哥 这个有钱的漂亮大姐姐 为什么会救我们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啊 这个嘛 严格来说 她欠我钱 她欠你钱 恭喜白公子突破断骨镜 公子这个年纪就到了断骨镜 刘云成的历史上 怕是还没出现过 别说了 今天要是没有你解围 我恐怕还没法同事带走那么多人 我恐怕还没法同事带走那么多人 我恐怕还没法同事带走那么多人